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討伐凱多之戰,為什麼會選在火焰祭典 就開始我就對 一般來說草茂海賊團達到一個地方就會討伐這裡的大魔王 當然來到河之國也不例外 但是大家有深度分析過為什麼會選在鬼島這個地方 首先在鬼島的描述中說到 這裡的天氣非常多變 這裡的意思是幾乎沒有晴天的意思 然後他們一群人剛往鬼島的路上 鬼島正在舉辦火焰祭 火焰祭基本上來說都要是天黑的時候舉辦 這樣才有氣氛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打算天黑才舉辦火焰祭 這樣的邏輯應該是沒毛病 那我們能得知草茂海賊團vs凱多的時候是在天黑的時候開戰 那我們仔細回想一下 草茂海賊團 有在哪一個大篇章 地方是天黑的打敗大敵人嗎? 我回想起來好像就一個 那就是恐怖三維帆船 那恐怖三維帆船天黑有意義嗎? 還真的有 而且很重大 那就是鋪墊銀銀果實的能力 然而今天到了河之國 天黑就讓我想到我以前一個推理 那就是魔力亞將會來到河之國 然後使用能力將赤教九人的影子奪走 灌入到打敗凱多的人身上 維田已經明示了 黑屋子會來到河之國 基本上魔力亞也會被帶上 因為魔力亞正在黑屋子的基地糾纏 有了這個火焰祭 天黑的情況下 我認為魔力亞讓人變成 夢魘形態的機會大大提升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帶來 王殺 智慧